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小马哥聊农业 在近几年的小麦种植管理过程中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小麦增产套餐 那么小麦增产套餐到底有什么秘密呢? 它的主要作用和主要成分是什么? 又该怎样科学的使用呢? 今天咱们就详细的说一说 小麦增产套餐的三种主要作用是 防病、杀虫和增产 前期通过促进小麦分孽来增加后面的有效岁数 同时呢,通过防治病虫害来为增产打下基础 中后期使用就是使小麦净杆粗壮 呈大碎,提高结实率,杀虫杀菌来实现增产 那么根据它的三种不同作用 它的主要成分也分为三类 杀菌剂、杀虫剂和增产药剂 咱们要看小麦增产套餐的增产效果好不好 主要就是看这三类药剂咱们选择的对不对 同时呢,还要看是不是合适的时间来打 咱们先看第一类成分,杀菌剂 影响小麦高产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病害 所以说杀菌剂是影响小麦套餐增产效果好坏的第一个关键药剂 换句话来说,就算是其他的成分可以稍微差一点 但杀菌剂一定要用好的,千万不能差 杀菌剂的要求,第一个,防病时间要长 第二个,同时具有防病和治病双重功效 第三,最好要有增产作用 所以说依照这个条件来看 目前市面上常见的成分应该是笔作米菌脂和三座类药剂 其实啊,关于笔作米菌脂咱们说的已经够多了 但是呢,笔作米菌脂不能单用 为什么不能单用呢 现在网上一些人已经把笔作米菌脂吹成神药了 但是咱们需要注意笔作米菌脂的防病能力 远远要超过它的治病能力 它更主要的作用是改善小麦品质 增加抗击性,增加产量 所以说在治病的时候还是要加上三座类治疗性杀菌脂 那么什么是三座类杀菌脂呢 例如雾作醇,脊作醇,本笔甲换作等等 另外呢,近两年还有一个优秀的成分叫佛换作 效果很好,只是价格呢稍微有点贵 愿意尝试的呢,咱们可以尝试一下 第二类成分就是杀虫剂 咱们先来看小麦上的主要虫害 你比如说牙虫,西江虫,麦叶蜂等等 其实这些虫害防治起来难度并不大 但是需要咱们大家注意的是 在小麦抽色洋花之前 温度并不会很高 所以说在杀虫剂里最好要有抗低温的成分 那么针对这些虫害比较合适的成分 你像比虫林呢,高效绿佛青菊脂啊 这些药剂都不错 那么说到这呢,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咱们有一些人呢 对高效绿佛青菊脂比较敏感 就是说不小心站在皮肤上会养得受不了 其实这是这个药剂本身的一个特点 如果说咱们养得实在受不了 可以把高效绿佛青菊脂 换成莲本菊脂 效果也不错 同时呢,还可以预防控制住 第三类成分就是增产的药剂 这里面又分为植物生长调节剂和营养药剂 咱们先说植物生长调节剂 自从小麦增产套餐 兴起以来 最常见的 也是大家使用量最多的 就是云胎素内脂 那么咱们在使用云胎素内脂的时候 又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第一个注意事项就是温度越高 效果越好 如果说在温度低的情况下 只单独使用云胎素内脂 而不附配其他的药剂 那么它的效果是不理想的 比如说小麦跃动器 到了小麦反清起身起 这个时候呢,天气比较暖和 那么使用云胎素内脂 它的效果就比较好 到了小麦抽碎起 这个时候呢,天气已经比较热了 它的效果会更加好 使用云胎素内脂的第二个注意事项 就是用量过大 小麦容易旺长 因为云胎素内脂是促进生长的植物生长调节机 同时呢,使用次数也不必过多 在年后的小麦生长发育期 一般反清起,抽色起,洋花后,灌浆起 使用三到四次就差不多了 另外呢,在使用量上 通常一喷油器用10毫升就够 不必用太多 如果起了反作用,反倒不好 同时也浪费了钱 第二种增产物质通常是营养物质 一般是叶面肥 叶面肥料就是通过喷湿在叶面上 由叶面吸收来促进根茎叶的生长 这里面的问题呢 就是市面上的叶面肥质量差距比较大 咱们可以观察各种小麦增产套餐里面的叶面肥 有的呢,包装就非常精致 有的呢,就比较粗糙,比较简单 在小麦反清之后 追肥最需要的是淡肥 但是咱们知道 尿素的利用率是比较低的 但是使用量比较大 所以说呢,如果配上叶面肥 效果就会好很多 那么根据这些要求 小麦增产套餐里面的叶面肥 首先应该是高氮性 这样才会和尿素相辅相成 取长不断 同时,小麦到了八截以后 抽碎期 对磷甲以及微量元素的需求明显 这就要求叶面肥料里面 应该有这些成分 所以说咱们在购买小麦增产套餐时 应该多少知道一些这里面的道理 至于小麦增产套餐答几遍的问题 也是咱们很多朋友问的比较多的问题 最重要的时期有两个时期 第一个是小麦反清起身期 第二个是抽碎期 至于灌浆期打不打 咱们要看当时的病毒害发生的情况 再定打还是不打 值得说的一点就是 小麦后期有一个干热风 干热风可能会影响小麦抽碎期 这一变药的效果 所以说干热风需要预防 建议咱们朋友们在洋花后 七到十天 喷一面芸苔素加林酸二清甲 来预防干热风 总的来说市面上的小麦增产套餐 数量繁多 咱们在购买小麦增产套餐时 一要看咱们说的这些主体成分 二要注意打药的合适时间 好了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 这里是小马鹅聊农业 点赞关注 种植不明录 咱们下期再见 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小马鹅聊农业 在近几年的小麦种植管理过程中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小麦增产套餐 那么小麦增产套餐到底有什么秘密呢 它的主要作用和主要成分是什么 又该怎样科学的使用呢 今天咱们就详细的说一说 小麦增产套餐的三种主要作用是 防病 杀虫和增产 前期通过促进小麦分液 来增加后面的有效岁数 同时呢 通过防治病充害来为增产打下基础 中后期使用就是使小麦净杆粗壮 呈大数 提高结实率 杀虫杀菌来实现增产 那么根据它的三种不同作用 它的主要成分也分为三类 杀菌剂 杀虫剂和增产药剂 咱们要看小麦增产套餐的增产效果好不好 主要就是看这三类药剂 咱们选择的对不对 同时呢 还要看是不是合适的时间来打 咱们先看第一类成分 杀菌剂 影响小麦高产的一个重要因素 就是病害 所以说杀菌剂是影响小麦套餐 增产效果好坏的第一个关键药剂 换句话来说 就算是其他的成分可以稍微差一点 但杀菌剂一定要用好的 千万不能长 杀菌剂的要求 第一个防病时间要长 第二个同时具有防病和治病双重功效 第三最好要有增产作用 所以说依照这个条件来看 目前市面上常见的成分 应该是比作米菌脂和三座类药剂 其实啊 关于比作米菌脂 咱们说的已经够多了 但是呢 比作米菌脂不能单用 为什么不能单用呢 现在往上一些人已经把比作米菌脂 吹成神药了 但是咱们需要注意比作米菌脂的防病能力 远远要超过它的治病能力 它更主要的作用是改善小麦品质 增加抗击性 增加产量 所以说在治病的时候 还是要加上三座类治疗性杀菌剂 那么什么是三座类杀菌剂呢 例如物座醇 脊座醇 本笔甲换座等等 另外呢 近两年还有一个优秀的成分 叫佛换座 效果很好 只是价格呢稍微有点贵 愿意尝试的呢 咱们可以尝试一下 第二类成分就是杀虫剂 咱们先来看小麦上的主要虫害 你比如说牙虫 西江虫 麦叶蜂等等 其实这些虫害防治起来难度并不大 但是需要咱们大家注意的是 在小麦抽色洋花之前 温度并不会很高 所以说在杀虫剂里 最好要有抗低温的成分 那么针对这些虫害比较合适的成分 你像比冲林呢 高效绿浮精菊脂啊 这些药剂都不错 那么说到这呢 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咱们有一些人呢 对高效绿浮精菊脂比较敏感 就是说不小心粘在皮肤上 会养得受不了 其实这是这个药剂 本身的一个特点 如果说咱们养得实在是受不了 可以把高效绿浮精菊脂 换成莲本菊脂 效果也不错 同时呢 还可以预防红植柱 第三类成分 就是增产的药剂 这里面又分为植物生长调节剂 和营养药剂 咱们先说植物生长调节剂 自从小麦增产套餐 星期以来 最常见的 也是大家使用量最多的 就是云胎素内脂 那么咱们在使用 云胎素内脂的时候 又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第一个注意事项 就是温度越高 效果越好 如果说在温度低的情况下 只单独使用云胎素内脂 而不附配其他的药剂 那么它的效果是不理想的 比如说小麦跃动器 到了小麦反清起身起 这个时候呢 天气比较暖和 那么使用云胎素内脂 它的效果就比较好 到了小麦抽碎起 这个时候呢 天气已经比较热了 它的效果会更加好 使用云胎素内脂的 第二个注意事项 就是用量过大 小麦容易旺长 因为云胎素内脂 是促进生长的 植物生长调节剂 同时呢 使用次数也不必过多 在年后的小麦生长发育期 一般反清起 抽碎起 阳花后 灌浆起 使用三到四次就差不多了 另外呢 在使用量上 通常一喷口气 用十毫升就够 不必用太多 如果起了反作用 反倒不好 同时也浪费了钱 第二种增产物质 通常是营养物质 一般是叶面肥 叶面肥料 就是通过喷湿在叶面上 由叶面吸收 来促进根茎叶的生长 这里面的问题呢 就是市面上的叶面肥 质量差距比较大 咱们可以观察 各种小麦增产套餐里面的 叶面肥 有的呢 包装就非常精致 有的呢 就比较粗糙 比较简单 在小麦反清之后 追肥最需要的是氮肥 但是咱们知道 尿素的利用率是比较低的 但是使用量比较大 所以说呢 如果配上叶面肥 效果就会好很多 那么根据这些要求 小麦增产套餐里面的叶面肥 首先应该是高氮性 这样才会和尿素 相辅相成 取长不断 同时 小麦到了八截以后 抽碎期 对磷甲 以及微量元素的需求明显 这就要求 叶面肥料里面 应该有这些成分 所以说咱们在购买 小麦增产套餐时 应该多少知道一些 这里面的道理 至于小麦增产套餐 打几遍的问题 也是咱们很多朋友 问的比较多的问题 最重要的时期 有两个时期 第一个是小麦反清起身期 第二个是抽碎期 至于灌浆期打不打 咱们要看当时的 病毒害发生的情况 再定打还是不打 值得说的一点 就是小麦后期 有一个干热风 干热风可能会影响 小麦抽碎期 这一遍要的效果 所以说干热风需要预防 建议咱们朋友们 在洋花后七到十天 喷一面云苔素 加林酸二清甲 来预防干热风 总的来说 市面上的小麦增产套餐 数量繁多 咱们在购买小麦增产套餐时 一要看咱们说的 这些主体成分 二要注意打药的合适时间 好了 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 这里是小麦鹅聊农业 点赞关注 种植不明录 咱们下期再见 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小麦鹅聊农业 在近几年的小麦 在种植管理过程中 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使用小麦增产套餐 那么小麦增产套餐 到底有什么秘密呢 它的主要作用 和主要成分是什么 又该怎样科学的使用呢 今天咱们就详细的说一说 小麦增产套餐的 三种主要作用是 防病 杀虫和增产 前期通过促进小麦分孽 来增加后面的有效岁数 同时呢 通过防治冰充害 来为增产打下基础 中后期使用 就是使小麦静杆粗壮 呈大数 提高结实率 杀虫杀菌来实现增产 那么根据它的三种不同作用 它的主要成分也分为三类 杀菌